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是中国来的,是中国武汉来的, 所以有些人甚至叫做武汉肺炎,并且这个病毒在中国扩散了。 但是,这个是一个公共卫生突发事件,是公共卫生事件。 这个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,更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。 有些人不了解这个事情,所以很令我们遗憾的, 我们看到了有些国家出现了排华的现象, 因为这个病毒是中国来的,所以中国人或者华人就有问题了。 我们可以了解大家是很害怕,但是我们害怕之中必须把自己安定下来, 必须镇定,稳定,考虑事实,和逻辑的去了解事情,去辨清什么是需要去防止的, 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去听信的。 其实中国正在尽全力,尽全力以控制疫情的扩散,包括取消所有出境的旅游团, 也安排专机把那些在海外的湖北中国人借回中国。 我们希望中方在控制疫情方面会取得成功,打赢这场战役。 我们也有信心中国与世界各国能够携手克服这场挑战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